VGa App 帶大家遊覽一千個大灣區優質樓市 事項地有新款 特加科即時通知你 令你快人一步 專業評分系統 百分百真實評價 樓盤 一目瞭然 簡樓 一激激動 惡視AI智慧簡樓功能 由我為你簡選深水靚樓 無論買樓 推薦朋友或參加活動 即時儲值分換獎品 真是這麼有優質 有現在 就有安樂的家 大家好 我是陳議題 Esther 如果講到大灣區 大家應該是聽得多 但又有多詳盡及具體的了解 我們一連八集群星孫進大灣區的節目 就會和大家一起孫進大灣區 最主要在珠海 紹興 佛山 江門 中山等地 探索一些好玩的好去處 還有一些適合娛樂 運動 養生等等活動的地方 當然就要請來非常了解大灣區的拍檔 就有V家物業聯展中心的灣區博士 沈永年 Hello 你好 你好 其實知道博士 所以經常都會來往灣區不同的城市工作 在疫情之下 其實有沒有什麼阻礙呢 其實沒有 因為在疫情的階段 其實我都在內地 六個月 半年了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那些YouTube影片 即是醫食住行 少爲吃東西 少爲玩都沒有問題 至於工作方面 也都不是很大的影響 反而我覺得工作方面就是一個機會 因為危機就是有危機 是不是 是啊 有什麼在疫情反而發現到的新機會呢 因為我們公司都是賣一些大灣區樓的 因為疫情的期間 反而我們用了一種叫視像看樓 即是直播看樓 即是說大家只要來到我們公司 在電腦前面 我們那邊找人拿著手機去樓盤那裏 那些顧客就已經是可以看到 可以經過這個直播的模式去買樓 即是人家遠程辦公就可以遠程看樓 真心是順盡大灣區 是啊 這是一個很新的方式去買賣物業 我們一連八集的節目 都會再和大家去介紹多一些大灣區不同的 新奇好玩的地方 是啊 我們一定會請一些很重量級的嘉賓 我知道有個嘉賓已經來了 在我們群星Zoom進大灣區的第一集 就要請來重量級的嘉賓來和我們打頭炮 那我們很開心 歡迎Bob 嗨嗨 你好 エスター 你好 嗨 宋多 你好 阿博士 你好 我經常看你的影片 你是碩士的 我聽說 你又知道 你是博士 我都是碩士的 大灣區 大灣區碩士真的對大灣區都很熟 過去這幾年有機會回到內地工作 特別之前我在香港做了一個talk show 完了之後 完了香港 去了馬來西亞 去了澳門 之後就去了內地幾個不同的站 巡迴做演出 那個主辦單位都幫我安排這個大灣區的城市 因為主要都是聽到我們講白話 講廣東話 所以那個親切感和他們的接受性大很多 譬如珠海 邵慶 江門 順德 中山 佛山那些都去過了 所以譬如我們今天的主題講 可能珠海或者邵慶的話 我自己都有一點點的認知 其實阿Bob 在內地很出名 不是吧 你剛才說巡迴的發展社 很多都已經跟我說過了 沒有機會碰到你 終於今天我們可以相聚 我都覺得你很出名 我都經常看你的影片 你在內地玩得很開心 去溫泉 去那些食物 去那些酒店 那些別墅 美麗得不得了 要幾時帶我去衛星 開了關 你說一定約定你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阿Bob 其實你對於 例如珠海少爺這些地方 他們的印象是怎樣 首先我在當地都認識一些的朋友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未必特別是因為我的關係 我想大家整體都是 都是很friendly 很熱情 很友善 沒有什麼特別古靈精華的事情發生 主要我們的溝通都是講白話 講廣東話 所以大家的溝通是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說帶家人 一家大小回去玩 有沒有什麼好去處 今天認識了我沈先生之後 我就等他去計劃一些地方 給我家 其實我有看過那些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找一個 萬區博士 就找到他了 幫我做文宣傳 我上去看的時候 看到這條片 因為他有很多朋友 跟著去當地去找一些朋友 一家大小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已經在讀書 在內地的學校 或者是國際學校等等 是跟香港的分別不算太大 說真的 而且他們都適應了 所以你說 我想不想帶小孩去玩呢 當然想 暫時未遇到一個很好的時間 但我想沈先生去介紹一下 如果我真的 一家大小 我上去 譬如當珠海 玩的話 是不是都不知道 玩多久都未玩完呢 是啊 因為其實你說很對 我是一些老人家 你是年輕人 對 以前我們去玩 就帶小朋友去深圳 去廣州 潘儀這些地方 那時候還不是說珠海 甚至是紹興的地方 其實時至今天 珠海紹興的地方 你說 真是完全現代化 甚至去到紹興 你去過就去清楚 覺得真的分別不是這麼大的 當然 我的小朋友 我去跟他們分享小故事 你說 因為我的小朋友 我小時候 我就是後面幕後 小時候 幾歲的時候 我們當時就去深圳歡樂谷 歡樂谷 即是華其成歡樂谷 那邊 很喜歡去 經常去 去一下 因為那時候整處酒店很麻煩 我就在旁邊 真的買過物業 其實物業 不是想賺錢的 你記不記得當年買的時候 是多少尺 多少錢 兩千多尺 只是那時候四百多萬 幾年之後 那些小朋友大了 我不是買去吧 我買了六百多萬 嘩 那時候很多錢 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我想如果是這樣的話 去到四百多萬的話 應該是豪宅來的 是啊 因為那時候 以前 我們那個年代 去到歡樂谷 即是大殺戒指槍那邊 是比較偏遠的 所以其實樓價不算貴 所以 現在已經變得豪宅 即是你未知道 當時的發展 是快到那麼緊要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是不是很聰明 當然聰明 我身邊都是刀子吉大腿 現在升到多少 我上次 我剛剛 即是我都隔壁過去 去那邊 我就問回兩千多萬 哈哈哈哈 嘩 即是幾後悔 即是現在差不多八九千元 九千萬元一尺 即是那個位置 因為現在深圳房價差不多香港價了 嗯 這樣就一次了 第二次就去了潘兒 潘兒 潘兒你知道是長龍動物園 附近啊 附近買的 那些樓 一些小朋友大了 就不玩那些福樂谷 那些上班 去潘兒動物園 吃自助餐 那又是 就在那個 那講得不要緊要 因為現在都沒有什麼 很多香港人 即是祈福新村 買了一個單位 千多尺 應該是幾年前了 嗯 最先是福樂谷 那時候就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二十幾萬買了一千多尺 是啊是啊 那後來買回去 一百二十幾萬 好精神啊 一百二十八萬 都是刀仔吉大 現在呢 兩百幾萬 哈哈哈哈 所以有時候呢 挺有趣的 在大灣區 在內地 有時候很多 很多可以享受一些 可以玩 也可以有工作 甚至你說 投資啊 或者物業 都挺吸引 即是沈博士你說 如果想回 可能十幾年前 不如再買幾個 收一下租也好 等它升也好 現在搞定了 搞定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說 為什麼我和我弟弟 都會有一個打算 即是除了 即是多一個資產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之外 不同的城市之外 都只是想 譬如說 給到一個家人 可以有住 那其實都是一舉既得 那加上 他們如果真的有需要 可能你回來香港 要看看那些孫子 過時過節 我們要聚啊 我們上去也好 都不用說 可能要坐幾個衝頭飛機 跟著要搞很久 才可以見到 你說得對 因為以前 最近身邊這幾年的朋友 都是在大陸買樓 以前可能都 好像我的五膽 現在很多 真的買來住 真的買來住 即是退休 或者拿人倒一家 可能因為最近 你有看過那些片 那些樓盤 其實現在質素很高 全部都是大的上市公司 建一些樓盤 即是不用過去 看得到 都很吸引 還有YK博士 你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 在內地 先當一隻珠海 那個的尺價 樓價 還有譬如說 要給那些首期 你約會是多少錢 你以質素比較高 100多萬一家 100多萬一家 1,000多尺 差不多 1,000多尺 1,000多尺 珠海 珠海 8,000多尺 如果要給首期 如果要給首期 這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就是 給首期 通常就給三成 按揭按七成 基本內地的銀行 即是這麼多年 我以前買祈福 那時候開始 銀行都要按給我們香港人 沒有問題 很簡單 給個證明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 就過不了關 所以基本 現在做按揭就難些了 OK 所以變成 不過這麼說 大陸買樓的總銀碼 百多萬 兩百多萬 幾十萬都有 一炮過的 不搞那麼多 因為剛才我講 珠海是均價 1,000多元 1,000多元一瓶 我們香港是1,000多尺 但是 有一些 已經旺了區 那些可能 3萬多元一瓶 但是也有些 再遠一點 你沒有聽過海泉灣 有聽過 海泉灣那邊 現在叫做珠海的西區 海泉灣那邊 那些說 1萬多元 1萬多元 1,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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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裝修 那價錢 總價格 100萬都不用可以買到一層樓 你也要買一層樓 還要買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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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努力 我努力 一定不行 我們已經聽到 其實大灣區很多地方 都有好玩的東西 適合老人家 適合小朋友 不如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說一下 其實大灣區還有什麼 好去處 我們還未知 我和攝細隊拍的影片 是不是好看 好看呢 就可以馬上按下面這個按鈕 訂閱了 還有旁邊的小鐘 如果有新影片到的時候 在下面這個訂閱項目這個按鈕 自動就會通知你 一按進去就看到了 記得給個讚 還有分享出去 有你們支持我 一定躺身拍更好的影片 給大家看 如果說到大灣區 剛才和我爸爸 真的很熟悉 我真的 我可以給你兩張餐單 因為剛才聽到你 又想買一層樓給父母退休 如果最近 在大灣區的九個城市 我真的笑氣 我覺得是很不錯 你去過 你去過 看到那些天然的湖 山 我們經常有一句笑話說 笑氣你買一間樓 你看不到山 是很難的 是難的 因為環境很美 所以如果退休 我們香港人那麼辛苦 父母那麼辛苦 退休 就給一些舒適一點 健康一點的地方去 那裏很多天然湖 退休 走一下山 走一下湖邊 那是一個很好的退休 吃東西 兆慶很有名 就是那些海上鮮 那些海鮮 那些 那些魚 你很難在香港可以吃到那個味 在兆慶吃那些海鮮 特別是魚 他說的海鮮已經很有名 沒得比 那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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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類似是家鄉菜 那些菜式 如果你想吃東西的話 你不用擔心在 聽你說的 鄧灣區城市裡面 會吃不到好東西 就算有些 很出名的日本餐廳 都可能在很澎湃的城市 已經開到 哇 成行城市 那些大酒家 大酒樓 那些什麼米芝蓮 都是會有的 其實是 還有最主要 食材新鮮 剛才說的 為什麼那些魚 可能味道不同 因為他都沒怕 你已經湯了 是啊 我記得我成那些朋友 在兆慶那裡 我們做完show 有個朋友 有個老闆說 大家去吃東西 嘩 那條魚很漂亮 怎麼形容呢 譬如我們在香港 我真的說真的 我夾條魚 最多是把一碗仔 自己成了一碗就算了 大家都可能是差不多 最多是添一碗 那條魚 大家吃完 好鮮味 那些豉油 都好像特別鮮 不知道為什麼 吃下去 嘩很棒 其實現在 你講很多朋友 在內地 可能在截業 或者回去工作 到底 譬如 如果我真的要在內地 那裡去生活 其實可能那些 申請什麼證物證 那些東西 複不複雜 覺得麻不麻煩 多不多要做些什麼程序 這樣 沒有需要的 沒有需要什麼程序 因為國內 大家不用太緊張 因為那些樓又便宜 其實只要你選一些 你喜歡的地方 其實你隨時想去住 很多時候跟移民不同 移民很緊張 移民那裡又要賣傢俠 又要賣樓 其實內地就不需要 其實我經常說 你說退休 你喜歡住 就住久一點 你不喜歡住就回香港 交通又方便 尤其是兆慶 現在你知道 80分鐘 香港尖沙咀直通上去 老人家 小朋友 都安全 舒服 所以說 唯一 有一個叫做居住籍 居住籍 居住籍 這個都要申請 居住籍 就不是代表 要長期在內地住 要拿 而是有一個居住證 比如搭高鐵買票等等 比如戲院買票 有一個居住證 就是那些電腦系統買票 方便很多 哦 就是平常常生活的飲食 是的 因為大陸電子化了 所以你居住籍 他有了差不多叫做 內地居民的一個身份證號 嗯 那你一打號碼 比如看醫生啊 買票啊 很多就會比較方便 嗯 假設如果不是現在的封關 假設是通關的話 即是很方便 出了入入的話 那是不是上上下下 是不需要去搞些什麼 手毒程序 就好像平常過關一樣 過關一樣 那我譬如在內地 假設在珠海那裡 真的買了一層樓 好啦 我在那裡 隔不死住 在今個月放一個月假 給自己那裡 攤檔先 有沒有說可能要居留 或者在那裡逗留多久 就要做些什麼 重新的程序 就連一次你回香港就行了 嗯 因為連一次回香港 一連一次是不是 一連一次回來 再回去的話 就由頭再去過 是啊 是啊 很方便的 只不過就是 如果你說 有些就說 我張庭自行移居進去 那就會擔心一些稅務的問題 嗯 但是其實政府都公佈了 只要你不長期居留 多個好像是三年左右 其實都基本都不用有什麼 要報那些稅 嗯 所以其實都這麼說 其實大灣區都很擁抱香港人 都歡迎我們入居住 退休 甚至進去做生意 都是很歡迎我們香港人 嗯 Aster不要想 還想就想一節了 有個時候聽你們這麼說 就覺得大灣區都不止是好玩 都挺疑居的 不如問一下Bob 如果你要選 就是在大灣區某個地方 如果你想找一個家裡的話 或者你想在大灣區那裡 多些帶小朋友去玩的話 你會比較體重什麼條件 我想如果 首先我要看 我如果去買樓 就是說真的 假設我在內地 真的要買個地方給我一家人一起去住了 那我想除了方不方便這些 那些有的商品 那些飲食之外 那如果我想我首要 如果真的要買樓的話 老實的 我想沈博士 沈先生都會清楚 我會看那個發展商 就是我要真正知道這個發展商 即是我會知道這個發展商 如果買個單位 起碼要先處理 那第一個要首要的 要有自己的物業 我會看那個發展商 是不是如果香港的 對回香港的誠哥 姓淑 就是這一類大品牌 我想你問沈博士他絕對告訴你 原來這個發展商在珠海這裏就是Top 3 你有了這個信心之後 首先很老實的 可能不怕有什麼古靈正貴的東西 不會有什麼麻煩的東西 質素有些是保證 不會有些突然說爛尾 那類的問題情況出現 已經有一個大的信心 這個首要的 如果我要設業的話 第二因為現在有小朋友 我就一定要看一下如果在那區不用駕駛九個字車 一個小時的車去讀書 他附近那裏那個教育設施 就是下網了 譬如我會知道原來在內地都有些國際學校 可能你要走不接他們當地或者本地的地方那些學校 是會有些難度的 那如果你小朋友可能很多香港人或者是不同地方去到的 都有機會可能讀國際學校 那其實我會看另外就是網絡 第三就要看一下如果我真的有機會 要馬上回來香港的話 哪一處是最快的呢 老實說現在我自己之前早幾年前 打算買了一個港珠號牌 打算放租出去收租的那些投資 誰知原來真的那次我太太 成家人在內地要拜山 然後一車 一個小時多一點 就可以去到 那我就覺得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 有時要回來香港的話 要不要搞很久呢 原來真的不需要 那如果這幾樣東西條件都滿足到 比如發展商啦 那一個的效望啦 還有如果我要工作 出車合來回的話呢 交通 因為那些氣候飲食那些真的不需要擔心的 這幾樣東西的條件都符合到的話呢 我想就是對我來說是首選的那幾個地方 譬如我會覺得的就是珠海 就是真是真是煩 因為澳門隔離嘛 那我又經常可能有時我呢 譬如我的partner在澳門又有 一些公司呀 有一些生意呀 我以前沒有疫情的時候呢 一個月都去兩三次澳門做事這樣 然後說我住珠海的 不過去澳門就真的 幾個字就可以去到那樣的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說得對的 因為現在的樓盤呢 跟我們那個年代呢 其實差別很大 尤其是我們那個年代很多那些私人發展商 大的發展商比較少 那現在其實近期這幾年 你看到都是那些大的發展商的了 全部都是上市呀 各區呀 因為它已經吞併了那些實物 因為國家現在的政策管那些樓價各方面都管得很嚴重 即是真的太弱樓強 真的太弱樓強 即是做得到的那些呢 就繼續越做越碰 因為他們做得好 不碰的那些呢 即是說出一些收了檔的 收了檔的 或者賣了給別人的 所以就是所謂好的話呢 其實如果一說的可能一問一下 你上去看他英美界市有哪些 其實原來當地這個地方的出名的發展商呢 就是這幾個 這一個是Top3的 這一個是No.1的了 如果去到這裏你不認識這個發展商 其實都不知道在這裏買什麼樓好的了 即是你可以看一下參加的頻道 不認識的又問一下人呢 那我肯定會問到 告訴你這一個是堅定樓的 其實跟香港一樣 我們買樓都會看這個發展商 這個No.1 阿成哥的這個四宿的 是有分別的 所以你說得很對的 還有阿博這個概念是很好 這個概念引致到你賣二手賣出去 都很好 一樣的嘛 你賣二手的時候 那些發展商在當地出名的呢 那些本地人呢 他不會買這層樓的 即是價格比較硬一點 是不是 是是是 還有就剛才說 就不怕爛尾了 所以近期這幾年 為什麼沒什麼爛尾樓呢 因為這些大發展商不會倒的 OK 還有呢 管理 我們呢 我們呢 越大的發展商 他管理一定做得越好 因為 資源又夠了 所謂的管理 包括屋裡面所有的知識 對啊 以前我們買的樓 真的很多年前 那時候就真的 有時候房子很漂亮 但是落到那些管理 嚇死你 電梯又不著燈啊 冷氣又不開 但是又節省電費 那現在不會有些 即是如果大發展商 就不會節省這些 因為呢 他們要做個品牌 他們還要繼續買樓 如果好像 剛才我說退休就兆慶 那如果好像年輕人 還有一些小朋友 珠海真是一樓 他們有個 港珠牌 方便到不得了 那國隊呢 珠海有很多東西玩的 我知道 有這些片都很開心 玩得很高氣 那對小孩來說呢 剛才那些朋友都跟我說 真的帶小孩回到珠海玩一下 包你 玩到不需要走啊 單車都開心 在海邊那裏 有些什麼樂園啊 那些室外 有些很大型的 不知什麼 play room playhouse那些 大把都可以來的 去幾個禮拜都還沒玩得完 就是喝啊吃啊玩 真的完全滿足了 不要想啦 Esther 落定啦 不斷令到我心思思 快點啦 落赤啦 好多謝今天 玩區博士審命年 以及我們玩啟石士 阿波 玩區石士啦 以後呢 給了很多他們在大灣區玩樂啊 或者他們留意到的一些生活經歷啊 以及一些經驗啊 那很多謝兩位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